中国无人机老台 但中国的外交部竟然说是在中国的领土上飞一飞 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以及就是我们国军如何有效嚇阻无人机 那官兵是否能对无人机开枪 以及美国媒体爆料 美国将受我响尾蛇飞弹增加F-16战力 那凸显支持台湾不受北京的挑衅军演影响 那院长怎么看 打这种无人机不用到挥弹 我们也有能力打下这种无人机 但我们国军一直以来 就是让国人同胞跟全世界看见 在蔡总统领导下 我们坚守台湾主权 坚决维护台湾的安全 而中国是一再的军机军阵绕台 现在连无人机这样来骚扰 还大张旗鼓向全世界去 说他是怎么样子亲蒙大吼 相信国军会用最适当的方式 因应我们对于国军 如有需要任何装备填过 也都会全力支持 那种话民进党讲的也没有比较少 两岸一家人 讲一大堆 你们民进党那些大头目 每个人讲的话拿出来看 那不是差不多 我们今天不会讲得像你这么害昧 没有你们讲得更入骨了 如果攻击持续的老台 蔡英文为什么不把飞机打下来对不对 现在拿石头丢无人机 那如果你当总统像这种情况 你会不会把飞机打下来 我当总统能不能 会不会把他打下来 还有未知数吗 可是现阶段小英是真的没有能力把他打下来 这是事实的 我不会丢脸到用石头再丢无人机了 早就拿枪把他打下来了 两岸要交流 两岸要有善意 我想全台湾人 没有人会反对 但是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他针对中国军演 向中国海协会的会长张志军 表示抗议的时候 张志军竟然说中国的军演 是打击台独分裂 和外来干涉 的正义之举 那等于是说他当场 打领夏立言副主席 打领国民党啊 所以本席要在这里请教柯市长 不管是这次的下张会 还是你坚持主办的双城论坛 这种摆明了 为中国统战台湾而搭的舞台的两岸交流 请问有什么意义 还是不太一样 我们的双城论坛 其实比较偏向民间的交流 所以我当时就故意要降低官方的色彩 虽然那是两个市政府办 但是我们还是给 两边的这种民间团体去办分论坛 把这个官方色彩降低一点 所以这个我们 这个跟这个策略不一样 你为了降低官方的色彩 但是你讲出两岸一家亲 你讲入两岸 两岸命运共同体 你讲出共青老台第一不亲 台湾没法接受嘛 不是这样 议会没有办法接受是不是这样子 议员 那种话 民进党讲的也没有比较少 两岸一家人 讲一大堆 你去讲那 你把他每个民进党那些大头目 每个讲的话拿出来看 不是差不多 我们今天不会讲得像你这么暧昧啦 没有你们讲得更露骨 我们讲的并且暧昧 我现在再问你一句话啦 你说吼 如果共濟持续的老台 蔡英文为什么不把飞机打下来对不对 现在拿石头丢无人机 那如果你当总统像这种情况你会不会把飞机打下来 我一定跟他讲清楚界限在哪里 大家讲明白 所以你就说我搞错一搞的 如果共濟持续老台 假设今天柯文哲当总统一定把他打下来 不是啊 我一定会跟他讲清楚 如果他愉悦你的红线你一定把他打下来是不是这样子 我一定会跟他讲清楚 你不要表现你的教权 你不能把他揪招把人死啊 善意不不打 但是今天我柯文哲当总统 只要共濟持续老台 违反了我的红线我一定把他打下来 我根本这样解读 这个议员 我当总统能不能把他打下来 还未知数嘛 可是现阶段小英是真的没有能力把他打下来 这是事实 那你要证明你比他更有能力 你一定会把他打下来嘛 我行不行 他会不会打下来 那他现在选择不打 那你会选择打吗 同样的情况啊 我行不行不知道 但小英是确定不行嘛 所以你确定人家不行就表示你行嘛 你不敢这样行吗 我行不行还是有问题 那我今天叫他把飞机打下来 我跟罗文来跟他们打我一定要打 你不敢打就会 但是人对我我一定要打 那就是这样啊 那就是这样啊 你不敢这样解读 不知道 我行不行不知道 那人罗文来跟罗文来跟罗文去打 你要打你决定 我跟你讲 我不会丟臉刀用石头再丟无人机 我跟你讲 早就拿枪把他打下来 好啦 所以你如果做总统一定会把他打下来 可以解读还是不一定 如果我的截图你跟小英 你跟人 你不能把他叫罗文去搜罗罗文去 就是 这两个层面嘛 我行不行还是未知数 但小英确定是不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的态度是这样 大家讲清楚 现在台湾中线也没有了 所以更麻烦了 柯市长 我今天问了这样子对话 你说要讲清楚 其实我还是认为暗面不清 你还是没有把话讲清楚 到底要不要 会不会做 你要是很空泛的去回答 没有把话讲清楚 好不好 那这一题到这里 好不好 市长怎么看昨天主任说 清美有日合中的路线 会不会变成三边不讨好 我觉得 马英九那时候 清美有日合中 是马英九路线 对不对 马英九的清美有日合中 那当然有朋友说 最重要后面还是加一个保台 不管你是怎样 要让台湾能够获得保障 对台湾最好最重要 基本上就是广结善缘 对一个人来讲广结善缘 对一个国家来讲也是广结善缘 你跟大家最好都维持一定的 和平的关系 友好的关系 然后呢 你跟中国大陆 不但能够和平 减少战争 减少国防预算 而且还赚他的钱 我觉得这是台湾最高的政治艺术 你每天跟他吵闹 搞到最后 好像兵戎相见 年轻人当兵 从四个月来变成一年 你当了一年 他跟你讲一年还不够 要两年才够 以前就是这样子 以前我们预官最早一年 后来就变两年 路易特还变三年 特总兵变三年 你要几年才够呢 所以最重要是和平 我记得蒋介石不就讲过吗 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那个时候都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今天应该是九分政治一分军事 本来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政治才是最高的这个指导原则 所以不管你对美国对日本都很重要 美国日本都是好朋友 但是你也不必天天去跟老共吵架 让跟老共和平相处才是 不管谁执政最高的指导原则 我补充一点好 我觉得在执政者 所有事情喊杀喊打的时候 总要有一些做一些沟通的事情 所以我想国民党走一个沟通者的路线 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强调的概念 为什么要从讨厌谁做投票的考量 为什么不能从喜欢谁做投票的考量 我觉得大家投票就投得快快乐乐的 我相信投给刘采薇的选民 会投得很快乐 投给张维元 投给杨直斗的选民也会投得很快乐 那就像投给蒋万安 投给侯友宜 投给张善政 投给卢秀燕 投给柯知恩 投给谢龙介 我非常有信心 投给这些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 都会投得非常快乐 那相对于现在的执政者 什么事情都拿保密作为借口 手上去遮掩他们在底下 见不得光的一些窝措事 你觉得学民看到这种情形会开心吗 就像说网路中介法 当看到民怨起来了 暂时明经收兵 可是相反的又推出一个数位东厂部 217亿都可以养警政署了 两个警察往生英勇殉职 蔡其昌说他当市长要充实警察装备 刚好让我想到 你的数位东厂部的经费 拿去充实警察装备多好 何必等到蔡其昌 当市长再去充实警察的装备呢 因此政治就回归一个本质 就是你要做让人民喜欢的事情 不要做让人民讨厌的事情 而今天为什么民进党已经堕落 或者是残破道 说只要台北赢 民进党就没有输 那我要真的谢谢民进党 民进党已经宣布侯友谊当选 宣布张善政当选 宣布卢秀燕当选 宣布谢荣介当选 你也宣布了柯智恩当选 我真的要感谢民进党 民进党终于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有做得多差 多么失去人心 也知道今天国民党的候选人 所做 所说 所主张 都是民之所欲 追求人民的喜欢的事情 所以从喜欢来投票 不要从讨厌来投票 民进媒体透露说 民进党拍戏也是表示 是赢台北就不算输 你觉得他们会赢吗 表示他们的愿望 已经越来越小了 陶原本来他们执政 他们现在觉得陶原可以输 是不是 基隆是他们执政 他们觉得基隆可以输 是不是 新竹是他们执政 他们觉得可以输 是不是 所以可见民进党已经知道 这个选情 最近干的坏事太多了 然后尴尬的事 丑事 糗事太多了 所以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信心 那以台北市来讲 国民党当然要赢 怎么会让民进党赢呢 不可能的 董事长那你怎么看 那食药署修订EUA的法律 然后药商的这些资料 可以更保密 大家就担心说 未来会有更多土黑 甚至这个期限还可以无限展颜 民进党干脆把保密年限改成一百年算了 真的 都改成百年不坏 百年不漏 百年这个大家看不到 就说 民进党莫名其妙啦 不要讲别的啦 你先把高端解密嘛 让我们看看高端多少钱买的 那为什么高端的股价能够涨这么多 然后高价的市值能涨那么多 你又花了几十亿去买高端 然后高端到底使用的结果怎样 给国民一个清楚的交代 尤其陈时中必须让大家知道 他跟高端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 不要去扯什么三十年五十年 我觉得这就是很无聊啦 补充一句 这个保密或是保存期限 不是民进党藏污纳垢的理由 更不是民进党的遮羞布 他已经把这个保密当成遮羞布了